也是DIY 我们要教你自己织围巾 天气变凉了 马上请到的是有20多年经验的 手织达人廖明秀 本来只是带领织布器材的他 靠着自己学习 好手艺累积了好口碑 五颜六色的线材 琳琅满目的作品 搭配上有条不问的摆设 一进门就很疗愈 而今天我们就是为了他 登门拜师 从颜色图案到材质 冬天必备的围巾 除了能用买的 也能自己做创造回忆 我们今天请到经验丰富的 手织达人廖明秀 用超过20年的经验 教我这个菜鸟 如何织出艰巨美观又实用的围巾 颜色当然是一眼看到的 材质变成材质好的话 第一个它会暖和 所以我们帮大家准备的这些是 意大利进口的材料比较好织 那线也稍微粗一点 不会让你这个天荒地老 你永远织不完 选好线和图案 就能找我今天的最佳伙伴 制服机 整理经线 让把线放到织机上的一些过程 所以第一个步骤会是拉线 拉线 对 所以我们会先绑在这根杆子上头 从这么大的洞这样拉过来 就是走到这个位置点 怎么会远 是 然后人再回来 好 接下来就要你做了 好 好 一瞬间已经有了凤肌了 你从这里这样勾起来 好 了解 第五个之后我们就要换线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 我会看着你 因为第一次做你只要拉都很紧张 是 不用紧张 左右来回重复动作 完成第一步整巾 好 我们现在开始做的是卷线 所以要把这些线卷进去 线跟线之间 如果你没有靠纸片去夹住的话 它的张力会不同 摸得到线就可以勾出来 就是不要跟你拉 不然怕毛会勾坏 看老师手脚超灵活 换到我光拉一条就弄了半天 眼睛看到都要脱窗了 下一个步骤 绑线 我要跟大家挑这样 好 因为现在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打结 尤其不会打蝴蝶结 我会 太好了 是吧 对 好 从上往下绑 真的不行就放下了 不为难 不行 放心 OK 每次这样跟学生讲 他们就很认真地开始绑起来 刺激到了 真的 然后就跟他想说 刺激你的一种激励化 一退为进 然后说我们最小只教小二 他们就 太佛大了 对 对 小二都会 真的太过分了 还好有老师在旁边指导 还陪我聊天 终于快速完成绑线 好的 太棒了 好 看真的就差你了 没关系 结果论 爱的教育果然很好 就等着老师绕好梭子 就可以开始今天的重头戏 这个称为开口 就是一个洞 那梭子从这里过去 线跟线之间间距这么大 所以我尾线也 就是我横的叫尾线 也要这么大 然后下来以后 它会往里缩 再下个水就刚好 那一条的密度就刚好 不然会太硬 了解 所以你在机台上就是 我现在在织的时候 你会觉得 怎么这么多洞 可是那是正确的 先贴好边三十度 推下来 推到这里 有一个小正方 然后拿上去 那你如果晃绳 忘记到底上还是下 那手伸进去 夹住就是正确的 好 交给你了 现在看到这个桌子 有点像小周写的那个 写桌子 写桌子的时候 不过你腿还真长 你到了 贴住边 对 贴住边 对 好 过去 一个口令 一个动作 越做就会越上手 你绝对不会相信 这个动作要花上 快两个半小时 才能织出一条尾巾 做好的围巾 可以包装成礼物送人 真的超有成就感 不过要注意的是 保存和清洗方式 也很重要 不管怎么样 绝对不能丢洗衣机 因为它毕竟是有羊毛成分的 不管你占了多少趴 你丢到洗衣机 马上瞬间缩水 或者是说脚坏了 就完全浪费这个时间跟金钱 一定要手洗 然后回去 我们刚刚知的 间隔很宽的部分 就让它缩完以后 下水之后 它就会消失掉了 然后就可以好好保养 从我体验的基础课程 到给小朋友训练的夏令营 也有打造给爱好者的进阶课 结合教育和休闲的支部体验 从学中玩玩中学 成为另类的放松娱乐 记者下旅学号台北报道